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事半日成交833億多 這個環節請Stanley 和我們談談 Hello Stan 你好 是的 大家好 都是要說市場 升過200多點上來 但都是受制十天線 都要輕輕 conclude 市場怎樣看 雖然我們即時已經說了一段 都要總結一下 後市的看法 你自己怎樣看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變動 因為說真的 市今日的時間就好像剛剛你提到 不是沒有再有好一點的反彈 但彈上去之後也叫它站不穩 真的又這麼巧地 剛剛插著十天線之後 它真的下來 其實這個情況也反映 其實市況的表現相對比較差 或者氣氛差也好 甚至乎你可以說今天來算 雖然A股也算是OK 但我們廣告也跟不上 當然整個大市的投資氣氛 我都覺得比較上是審慎的 還有這個星期 這個星期始終大家 都有兩大關注點 第一就看一下 就是FOMC之前的會議紀錄 看看它們對於通脹的看法 第二就是騰訊業績的表現 這兩個都可能對於短期的市況 特別是可能你說後者 其實你見騰訊好像大家都有些東西很忙 你見到今天它的股價都有點跌不下 我們看一下林林的話 真的令大家有些信心 不過整個市場的氣氛還是比較審 我覺得其實是拉腳 其實你說是不是有差呢 嚴格上我們之前經常都說的 大市都處於一個比較上是拉腳的門局 那些處於不上不下的情況 其實你現在嚴格上 它真的又回到一個範圍 如果你看一下圖 其實來來去去 現在又像好像27800 292 3年為止 也是拉腳 現在又只不過又回到一個 比較是環境的門局之中 所以就看一下後市是否又是 好像不上不下 可能不投負不投市的情況 不過現階段看 我都是傾向於覺得 可能後市方面 如果我們說 會不會有機會跌倒下去 機會率率比較高 所以大家就是這樣 不要太過進取轉 氣氛都是繼續一般的 彈不起的時候 今天新上市的順風防拓 2191深潛 抽了不知道怎麼辦 現在走還是怎樣 還有京都物流都招過 抽不抽好呢 今天同事說B組 我說B組 B組 這麼進取 那一陣子 那一陣子 那一陣子是便宜的 可能就會抽 但是現在的順風感 會不會 撕下手呢 撕不撕不撕 都不出奇 是 但是順風防拓又沒有 就是我們去照顧那段的時間 有朋友問說 抽不抽這一隻 我們都說 其實你的市場氣氛又不見得好 你說順風防拓又沒有很大的賣點 又沒有什麼的 所以又變相之下 你剛剛撞正 現在說什麼 可能有機會提到加息這些因素 其實沒有的 對於防拓這一類的影響相對比較大 而且至於你的額色又不是很高 又不見得好 所以你說現在回了一陣子下去 新股的股價走勢 也都真的無程度上 是一個市場氣氛的 所以這一陣子的時間 我無程度上覺得不需要急著去撐它 我覺得可能等它的價格 再浮一下再想到未遲 但是你說 這個不留 這個不留 其實抽還是不抽 你也這麼說 如果你看到市場的反應 現在又不是說差的 如果以一些暫時看下去的市場反應 那個認購金額都算OK 我不敢說很厲害 最好看見一些人 都真的認購的 反應都OK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再看公司本身業務的發展的話 我只可以說它的概念 是比順風防拓好的 概念上是OK的 但是如果以業務的利潤 那些 就是講到有沒有錢賺的方面 它就真的似乎差一點 因為如果你看回 上年的時候又是錢 甚至乎以今年來計 就是今年公司 如果大家看招股書的話 它今年都已經衝迷現境了 預計今年 基本上經調整的規選都會 進一步擴大 而且你看回它 今年第一季的業績表現 都有些數字可以分量一下 它已經說我剛剛也看了一本招股書 都想研究一下這東西 它的增長是厲害的 如果你說收入的增速 在第一季的時間 差不多是220幾億的 是增長了六成幾的 其實是厲害的 但是它的毛利 毛利 毛利得大概是兩億多 它應該是按年跌了很多的 還有你想一下 你賺二百多億的生意 就是做二百多億的生意 你得到那個毛利 不是那個盈利 是毛利 毛利是兩億多 如果你這樣計算 其實它的毛利率 是比基建股還低的 當然這個 他也提到 就是說 因為分期內的時間 它可能加大那些 營銷開支 這些東西 還有就是說 它那個叫勞工人手 那些員工人手 是暴漲了很多 可能你說上年同期的 好像17萬 它加到26萬人 這一年之間 是請到6、9萬人 這些全部都是開支 所以你看到那條數 我真的覺得很一般 雖然論事與不反應 好像又不差 純粹搞個氣氛的 你說可能抽一下 沒有什麼意見 但是你以它義務上的發展去看的話 我就真的有點暴漏 好 那大家自己定奪 還有都是剛剛開始招 看一下我招股反應 才再算 好 這次和Stanley談到這裏 Stanley有沒有持有上述提供股份呢 沒有持有的 好啊 謝謝Stanley這麼詳細分析 稍後回來我們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回來再見